我们今次的主题就是 恩赐是为了建立人和教会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很追求恩赐 不过他是为了自己更加聪明 要聪明的人 甚至有些是做了一些很离谱的事 我听过非洲牧师告诉我 他说有些牧师为了追求更大的彰显 追求巫术都有 追求巫术的能力 在聚会的时候能力很厉害 人有时候真的有很离谱 为了更加聪明 我相信大家也见过有些人 会做一些东西 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 例如在一些圣灵聚会 有些人是有推人的习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件事 或者经历过这件事 我自己很明显听到一个教友 说到有一个很有名的 不过我不会说的名字 是非常有名的 每个人都会知道的一个暴导家 当时他是斯班 这个暴导家来到香港的时候 他说他推他很大力 其实这个暴导家是很有圣灵恩高 但是为了不能够有脱漏 就是斯班一定要每个都会跌倒的 所以他就一定要用力推的 这个其实反而留下一个很不好的印象 就是有时候有一个不好的见证 所以到底我们的恩赐 我们放在哪里呢 就是放在我们祝福人 祝福教会 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 神根本是会祝福的 不是放在我们自己 但是人往往是放在自己身上的 甚至侍奉的人都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人就有这个罪性 他没有去管理的时候 就会让这个罪性影响他 而信徒也很容易 很容易会看到他为了人的注意力 为什么呢? 有人注意他 有人欣赏他 他就会做得很开心了 没有人欣赏 或者有人一提议 立即反面 立即崩溃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喜乐和力量 是来自人的接纳 而不是来自神的接纳 其实当我们相信 我们听神说 神一定喜悦 神一定祝福的时候 我们就听神的话是最好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 基督升上高天 将各样恩赐赏给人 你听我讲到这么多 我时时都强调神的美善 神的属性和恩典 是神很想给我们的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以弗所书四章八节一起读 所以经上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老落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就是耶稣升上高天 老落了仇敌 打赢了魔鬼 所有的权势都在他手下 他就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神是很想给我们的 另外有两个经文 我没有打出来的 就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 可能大家可能会记得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乙子 为我们众人写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 八百的刺给我们 就是神既然把儿子都给了我们 祂就将万物一起给我们 以及圣经说到 神为爱祂的人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 即是说 神有很多礼物 万物都给了 那谁能得到呢 就是爱祂的人 为什么有些人 他说我真的没有什么恩赐 最基本的 跟人交往都没有这个能力 跟人聊天没有这个能力 关心人 好像关心人 反而人们不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直说自己的问题 他就不是关心人 他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 他是时时的素苦 所以有些人 他的生命是很破碎 很痛苦的 我们自己反思一下 我们的生命 到底我们是 好像耶稣所说的 神为你预备 你想都想不到的东西 是不是万物都给你 你需要的神都赐给你 还是你发觉 你的生命是很多破口的 其实问题就是来自 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越注目于神 神根本已经预备了 各样的恩赐都赐给我们 神为我们预备 万物 你需要的一切都赐给你 只要你的心归向神 所以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我希望大家都说 我听了神的话 不要再注目在 人的那些湿湿碎的问题 不要注目在那些 哎呀 好烦啊 哎呀 那个人对我不好啊 哎呀 那个人真是激气 他不爱我 不关心我 哎呀 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 哎呀 真是很烦恼啊 如果我们注目于这些问题呢 人自然没有力的 但是我们注目于神 和整天数算神的恩典 就是整天都在想 神现在很欢喜 我自己得力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整天深信 神在爱我 而且我们一敬拜祂 赞美祂 亲近祂 祂一定喜欢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我一赞美祂 有些人说 那你很骄傲啊 那你赞美神 神就喜欢 那你比人更聪明 不是啊 个个都是的 你真心赞美神就喜欢 个个你爱神 神就喜欢 你做神吩咐的一杯凉水 都喜欢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整天都会欢喜 整天都告诉自己 我现在在做神欢喜的事 我就可以很开心了 神又开心 我又开心 祂因我们 欢恩喜乐 勉而爱我们 请我们喜乐而欢呼 西方的书三章十七节 那他经常都说 神很欢喜我们 还有很多恩赐都给我们 也都深信 其实难了神的祝福 不是神 是我们自己 很多人就不是的 觉得 哎呀神啊 快点给我们吧 我们很想復兴的 哎呀 是神你不祭 为什么你这么久 都不让我们復兴 其实我们肯不肯 你肯的时候 你就自然復兴 神就为你开路 去祝福别人 那我自己就是神 现在疫情过去 我已经开始宣教 已经开始去做 总之神是扩展我们的领域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心 你做神所吩咐的事 你的生命自然提升 但是你只是停留在一个 comfort zone 就是一个只是舒适的区域 你未必得到神一切的恩典 第二点就是 切勿建立教会的恩赐 恩赐不是个人的炎谣 那是为了建立教会 我们一起读 哥林多前十四章一节开始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勿属灵的恩赐 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作 先知广道 原文是说如言 那说方言的 原不是对人说 乃是对神说 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然而他在心灵里 确是讲说各样的傲备 但作先知广道的是 对人说 是造就安慰 勸勉人 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作先知广道的 乃是造就教会 这里讲到切勿属灵的恩赐 其中更要羡慕的是 作先知 其实原文是说如言 如言 Prophesize 一个真的讲出将来神 启示的将来的事情 但也可以是对这个时代 对现有的人 现有的教友 教会的一个信息 神是想我们讲一些建造别人的 另一样就是讲方言 讲方言其实很好的 是讲说各样属灵的奥秘 但是他就说到 讲方言是造就自己 是有益处的 讲说各样属灵的奥秘 也都可以领受到 超自然的领受 不过这个是造就自己 始终最重要是造就教会 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去留意的 曾经有一个人在网上 经常都跟我说 他说 你多说些方言 那神就祝福你 我说说方言是好的 是对的 不过 圣经就说到方言是造就 神怎么祝福你呢 你爱神 神就为你预备 你想都想不到的 恩恋 圣经说了 先求神的国同意 这一切就加给你 圣经说明做什么 神会祝福 但有些人就注目在某些东西 讲方言是好的 不过讲方言不是一切 这个人就说到 你讲方言 但是我们也同时很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建立教会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祝福人 不是只是造就自己 也说方言是不会解决一切 我也顺带说一件事 代土是否会改变一切呢 圣经又说到代土的重要性 圣经说到代土是什么呢 耶稣所说的 要收的庄价多 做工人少 你要求庄价的主 出去收这个庄价 所以代土第一 是求庄价的主 打伐工人出去 以及感动基督徒 有心事奉神 无论你是全职事奉 或者是大职事奉 或者是周末事奉 无论什么形式 总之你去事奉 这个就是神上的心意 还有保罗祈祷就说什么呢 祈祷就是说 为我开福音的门 叫更多人能够 就是 给我恩赐能力去传福音 也有讲到 就是求神保守这个世代平安 给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去传福音 但是圣经没有说到 你代土 这个世界会改变 那些世人变得公义 因为人要变得公义 是要他相信了耶稣 才会公义的 圣经没有说到 你其他土 那些恶人 就会变成好人 是他一定要悔改 信主才行 所以一定的途径 是透过福音 我们救人 一定是透过福音 福音一定是透过基督徒 的更新改变 这个是按照圣经去找出 那个 就是如何复兴的方法 因为的而且有些人 就将重点全部放在代土 他代土就会带来复兴 真的你看保罗书信 你看舌头行转 你看不到这些东西 你看到是什么 他们是努力传阳福音 努力激励的人 同时他们是有谎言 有祷告 亲近神 有得力 然后他们去传人福音 建立人的灵命 这个大使命 代土不能够取代大使命 我们需要明白 这些所有圣经的教导 那个比例 那个位置 在哪个位置 如果你说 我听完你说 好像跟我听开的不同 我就鼓励你用圣经去找 你可以跟我讨论的 我欢迎不是辩驳 我不是要踩下人 我不反对人代土 不过我说代土不是一切 代土之后我们一定是传阳福音 也都因此不只是建立自己 也都是建立教会的 这个就是一个 从圣经去看 其实我们想复兴 你就看舌头行转 你看舌头行转是什么呢 他们祈祷真的很有能力 不过总是会出去传道 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圣灵就说 你为我分派巴拿巴和素罗 去传阳福音 去到宣教 这个就是一定有的行动 所以一定我们需要去行动出来 在马太二十五章二十四至九六 讲到有三个仆人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经文 五千二千一千两仁子 五千二千一千两仁子 有忠心的仆人 但是那个就埋藏了一千的 就藏在地上 耶稣说什么呢 又恶又懒 还有无用的仆人 后果是什么呢 雕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哀哭设耻 有些人诗经就说 这里不是地狱 是中间有个天堂 有个地狱 还有一个哀哭设耻的地方 这个诗经真的很搞笑 诗经是没有说到 诗经就是说 行善復活得生作恶復活定罪 只有两个地方 没有一个 去天堂的人 不会在那里哀哭设耻 去地狱的人 不会只是哀哭设耻 什么都没有 是在永远的刑罚里面 所以有些人就说 因为这个冲击一个教义 就是恩信称义 恩信之义是对的 是绝对的真理 不过圣经的真理的另一部分 就是你信了耶稣 一定有果子 因为圣灵在哪里 那里就有果子 耶稣在哪里 那个人就多结果子 不会停留在一个 没有果子的状态 如果他没有果子 就证明他的信心是死的 因为有些人就以为这样 到时候到时候 我星期日就回来 我就坐在那里听 听听听 听完就拜拜 这样可能是没有使用你的生命 你的恩赐 怎样使用呢 不一定是做传道人的 不过如果你真的有枯照 做传道是好的 神一定会供应你 不用怕的 如果神给你有这个心 很想传道 有些人真的有很多年 很明显很想传道 不过又怕经济不行 于是不敢传道 其实神一定会供应 这个部分我们不需要担心 但是有些人不是做传道的 你就不要强迫自己的传道 而是你一样可以作庙见证 要传扬福音 建立教会 建立大英姊妹 去荣耀神 这些一切眼前可以做 然后被训练 然后发挥出来 这样你的生命就提升 我们真的看着 其中有一个人 其实不止一个人 我们也有很多人帮着 有一个人 他又不是自闭症 他是有些自闭的情况 就是他跟别人没有什么交往 他也跟别人交往很失败 以前受到一个教导 你不要接触人 你接触人就会有沾染 你每次出街 你一定要祷告很多很多很多 你的沾染才会清除 于是他不敢出外 他整天就在家 每天他就告诉你 你要看圣经几个小时 祈祷几个小时 跟着他做完这一切的时候 哇 已经很硬了 他说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其他事 我说圣经不是这样说的 圣经有没有地方说 你出去捉人就会沾染 你有很多问题 我们就教导他如何在神里享受神 放下这些意念 以及他关心人 他以前是不跟别人说什么的 但现在他跟人说话还传福音 整个人改变 而且还很开心 以前是不会开心的 这个就是训练可以达到这个果效的 这个神给我的托父就是训练 如果你去不了的话不要紧 网上有很多影片 叶牧师找了很多 很多方面什么都有说的 所以你就去找找 你就会不是什么都说 很多关于基督徒生命的事 以及侍奉都有说的 千万不要做了无用的仆人 又恶又难的仆人 那你反思一下 有些人说 我已经做了一点点了 一杯凉水都给了很多杯 就停留在这里 我们的能力有多少 我们不应该停留在一杯凉水 其实我们可以做更多 让神使用 不过很多人的精力放在哪里 很烦 很不开心 今天又不开心 不过用了很多精力 很多时间 我们一整天起床就说 赞美神 我就开心快活 哈哈哈哈 那你的烦恼就会走 其实烦恼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烦恼 其实不是这么大件事 是处理到的 不用介意人的说话 不用那么紧张 希望大家不要做 一千无用的仆人 好了 这里的圣经说到各样恩赐 好像身体的肢体一样 我们身体的肢体 有些是靓一点 有些是大力一点 有些是小力一点 眼睛没什么力 但是每一个都不能缺少 每一部分都不能缺少 甚至有些科学家 进化论他就说 身体有些部分是多余的 他说其中是盲腸 但其实盲腸里面 是生了很多有益的菌 是非常之重要的 不要随便割掉它 另外 遗传恩子 这件事 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我稍微讲一讲 我们的遗传恩子 当我们的手 就包了很多很多 它很奇妙的 遗传恩子是极度奇妙的 如果你懂英文的 上网看的影片 有很多很详细的解释 中文也会有的 遗传恩子 有一部分 小部分是用来产生蛋白质的 很多人以为只那部分有用 其他就叫做进化论的包袱 其实是多余的 没有用的 进化出来 其实在遗传恩子里多余了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 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的老神经 细胞就会做老神经要做的事 就不做肠胃要做的事呢 为什么肠胃又不做肝要做的事呢 为什么手又不做肝脏要做的事呢 完全是这些不同的遗传恩子 是非常奇妙的设计 这些好像没有用的遗传恩子 是造成很大的重要性的 还有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他们健康有这么多问题 为什么有人有癌症 就是因为这些遗传恩子的问题 不是产生蛋白质那些 其他的遗传恩子 是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身体都很重要 而我们越在平安起落轻散的状态 你所有遗传恩子就发挥的作用 你的身体就会健康很多 但是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同样 很简单 你看孙生子女 两个是孙生同样的遗传恩子 但是有一个可以是做一个很颓废的人 有一个是可以很快乐很成功的 他们的遗传恩子一色一样 分别在哪里呢 就是原来他的思想模式和他的整个生命 是影响他的遗传恩子的作用的 原来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影响我们的遗传恩子 我有空上网会看这些不同的资料 我更加欣赏神 神你真的很奇妙 奇妙到不得了是赞叹不绝 同样在神的教会里面都是一样 似乎有些人好像 恩赐不多 财感不多 好像不及其他人 但是这里说什么呢 是全部都有用的 我们一起读 临前十二章十一节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己意分给各人的 就如身只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 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欺利利人 是围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任于一位圣灵 身子缘不是一个肢体 乃是许多肢体 切若脚说 我不是手 所以不属负身子 他不能因此 就不属负身子 然后接着 切若已说 我不是眼 所以不属负身子 他又不能因此 就不属负身子 若全身是眼 从哪里停声呢 若全身是耳 从哪里闻味呢 眼不能对手说 我用不着理 头又不能对脚说 我用不着理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 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 就一同快乐 这个经文就说出 每一个身体的部分 眼耳口鼻、手脚、内脏 什么 全部都有它的功用 其实 如果说到这件事 说运动 为什么有些人打球这么厉害呢 为什么有些人打球没那么厉害呢 因为其实很重要一件事 就是他打球 他用了脚力 就是脚力发上去 然后用手 不过我们打球很多时候 就未必这样做得到 有时很自觉地 就打了 所以那些力就不到 而且容易伤害 原来身体就是这样的 原来我们打球 都可以跟脚趾有关 脚趾抓住地下 然后脚趾一直上来 一直用力 这些都是全身体的运作 还有我们的人 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健康呢 因为他的肝脏 他的肝脏 要照顾 就是拿走那些废物 人们就少了那些废物 人们就开心快会了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废物 在周围都有 身体里面都有很多 是无法避免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很多 养猪、养什么生物 很多时候 鸡 给它一些抗生素吃的 抗生素让它不要有病 原来是大快一点的 但是后果就是那些抗生素 首先人们就吃了 第二就是进入了泥土 进入了水 四围都有 我们身体里面都有 所以造成 我们发现这个世代 很多人就有自闭症 情绪病比以前多很多 都是因为这些 全身各方面不可以协调 身体不可以协调 我们想更加协调 也知道全身重要 我们就怎么样呢 尽量吃健康的食物 尽量是开心快乐 尽量使用 应用神所给我们的太阳 那些空气 那些自然的景色 帮助自己的人 轻松 人是会健康很多的 同样的教会也一样 一个教会 一个人说完事 是不会好的 一个人只是自己做完 其他人没有做 也是不是好的 如果组长自己做完 那些组员没有做 也是不好的 即是说 一个教会如何健康呢 就是每一个人都参与 每一个人 虽然我们不能够 每个人的意见一起拿 一定去找出方向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重要性 应用在我们身上 你千万不要说自己 我自己也是不行的 你看我呢 又情绪化 又智力又弱 想法又慢 说话又慢 说话又不合逸 有时又会伤心 当我们转到这些市场 那我们就说自己没有用了 就像脚趾说我没有用 结果打球就打不了 他以为他没有用 其实我们身体任何一部分都有用 同样 神的家每一个都有用 而同样我们祝福教会的时候 不要说那些厉害的才有用 其他那些没有用 我们个个都看重 不过这样 我们用时间是用在什么人身上呢 用在那些愿意的人身上 不一定是恩赐大的人 是愿意 有些人恩赐大 不过他骄傲 那就没什么用了 他是愿意 无论他恩赐大还是少 正如我刚才说的那个姊妹 他本来真的有很多抑郁 有很多问题 但现在可以这么开心去传呼音 这个是很大的改变 在很多人来说 他已经接触过以前的人 被排斥的 但是我们不排斥他 我就深信每一个人都是宝贵 每一个人都可以被提升 所以找到我的人 我从不会拒绝的 除非这个人是恶意和利用人 这个也要分辨 圣经讲到的一件事 就是你不要把真珠 丢在珠的面前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是侵犯冒犯 曾经有人把我放在群组 那个群组真的很厉害 不断攻击 不断反驳 其中一个人很有问题 我尝试去帮他 谁知道我说每一句话 他加倍地攻击 哇 这个人很厉害 因为他 总之他说 他经常人都针对他 那些人都有他的问题 那你可否反思一下 你的问题如何跟人相处 他一听完就不行 他的攻击 他说你作为牧师 你在一个群组里面 你都不发挥你的作用 我说我们有选择 我不用 每个群组我做警察 我不行 我没有什么时间 我发觉 有一个人把我放下去 我说你用了很多时间 在这些人身上 是没有果效的 因为他们不断斗争 又不会传到呼音 又不会建立到人 这个群组 就是叫浪费时间的群组 我希望大家能分辨 不过我都留在这群组 是做什么 内宗会发一些有重要性的讯息 我不会发很多内宗 同样也是一样的 有些什么人 我们是说 我们放的时间会少一些 就是说那些人他没有心 并且他是故意伤害 那我们尝试去劝面 用柔和的方法 他都不肯听的时候 我们一样是给他机会的 他再找回我们 我一定会帮 但是我不会用很多时间在他身上 因为他是没有心 或者有些人 常常是沉沉沉沟花园 总是停留在他的状况 我就把波交给他 但我依然不放弃他 两种 一种是恶意侵犯 那种我真的会放手 另一种是软弱 他是重复地不开心 软弱 那种我不会放手 但是我未必用很多时间 我会把波交给他 你可以做什么 他真的肯做的时候 真的会改善 但是我心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不要觉得他没用 因为我觉得他没用 我的态度 我的说话就会显露出来 无论那个人多少问题都好 依然是内心对他 这个就是珍惜每一个人 亦都珍惜神给我们任何的恩赐 可以给神使用 所以我们不能夸耀 我手臂很够力 那我就不用耳朵 眼眉 那些有什么用 我们就觉得那些没什么用 其实每一个人在天国里面都是有用的 所以这个观念我希望大家深深的相信 好了 那神看什么呢 我们看次序 第一 爱神 最重要的 这个是最大戒命 然后接着爱人如己 就是爱人念吻人 然后爱人念吻人就不会停留在这里 就会建立教会和建立人 然后就互相配搭 互相建立 互相欣赏 大家一齐配搭一齐 同心合意 兴旺风音 然后先到恩赐 但有些人将恩赐自己 恩赐就放到最高 我要做到像那些人 那么有恩赐 他的注目其实是自己 我们留意一下 我们的目标是自己 还是别人 是我想祝福人 还是我自己成为一个 挺厉害的人 当我们注目挺厉害的人 反而自己就变得更加有问题 更加骄傲 更加有问题的 但如果我们放在别人身上 放在神身上 放在别人身上 神就喜悦 神自然会给恩赐的 这个东西是很特别的 神自然会给恩赐 我都很感谢神 我将荣耀归给祂 真的很多东西有需要学的 我都学到 并且学得好 我又多谢天父 我又不是骄傲 我就告诉别人 你个个都可以的 很多方面 神都可以给人有恩赐 我都很感谢神 神在很多方面 我并不详细说 哪方面 我只是说 你有心 你想去用 就算你从来没有做得好的 但你尝试去做 你靠耶稣 是可以做得好的 比如我其中一个分享 就是我小时候 其实我家里是 没有鼓励我们说话的 大人说的 我们个人就是听的 也都说的时候 很多时候不认同的 所以我小时候 我说话的时候是哭哭哭和断断断的 是直到我去到教会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到教会 我分享我当时的寻找神 我发觉他们个个都看着我 我听我的说话 是我一生人都没试过的 无论在家里和学校 学校的人很快就取笑笑 不是接纳的 但我去到教会 我发觉这件事情 我发觉我开始说话不同 后来有一次教会出去 传呼音 我又很热切一起去传呼音 当我一传的时候 我发觉我很流畅 后来有机会分享信息的时候 我记得第一次当时 我在生命中学做教师 彭考念校长告诉我们 每个老师都可以说到 我很兴奋 因为我已经有心事奉神 我上台 震得不得了 很害怕 那里有几百人 自己坐着 是没有控制的震 但当我上台一说 那个声音一传播反弹过来 听回自己的声音的时候 我即时就不害怕 即时就说下去 是很流畅 然后下一堂又震了 又震了 然后一说的时候 听到自己的回音 又不害怕了 这个也是 神在这个时候提升我说话 还有帮助人 还有很实际的方面 这些都是一步一步提升的 譬如我说到弹琴 有一次我为人预备要负责 在他聚会里面负责弹琴 我一弹的时候 被圣灵感动 很流畅 然后我就说 我以后每次弹都是这样的 这都是神在不同的情况 帮助我提升的 当我有心 神自然给你足够恩赐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担心恩赐 好了 建立和运用恩赐 第一是体重恩赐 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和众长老按手的时候 刺给你的 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 就是借着预言和按手的时候 刺给他恩赐 你不要轻忽 你不要轻忽 你看看你有什么恩赐 大家想想 你和人交往是怎样的呢 你在传呼音是怎样的呢 你在音乐上怎样的呢 你在小组的运作怎样的呢 你有那些恩赐不要轻忽 你有哪些恩赐 你发觉有 你就开始用 还有追求进步 追求进步一定要听劝戒 有些人呢 有些商业恩赐 有人劝戒他 就觉得 哇 你就是踩下我吧 我有很强的恩赐 你都踩下我 怎么可以啊 这样就变成了 反而是没有机会进步 我们越想进步 我就越接受意见 譬如我太太给我的意见的时候 我说真的人有时听到是不舒服的 希望他说得多好 但是他说一些不好的时候 我有些什么进步呢 你留意一下 你看出人的感觉 或者是跟人聊天时 回应一下他的感觉 他说了一句话 你好像没有回应 他有时会告诉我 那我就教自己了 你要接受 接受 你告诉他 多谢你 多谢你告诉我 但有些人是说不出这句话的 你太太提议你的时候 你会说不出话 多谢你提议我呢 因为你经常都说这些东西 或者没有说 不过表情是有些不喜欢的 或者很简单 妈妈跟你说的时候 那些表情是怎样的 不是很喜欢的了 今天母亲姐 希望大家欣赏母亲为你所做的 她付出的爱 虽然母亲不多不少 可能有时有些暗沉也不一定 但仍然想起她的爱心 是有很多的 我们就欣赏了 欣赏也接立她的意见 我们就会成长 如果不能够接受意见 是很难成长 接受意见就不仅是接受 行动去改变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成长 还有高度渴慕 以利沙耶利亚 我想大家听过这个经文 以利亚就说 我的神要接我了 你一直等我 以利沙等我 以利沙说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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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跟着你 我不会放手的 然后她就说 好 OK 那你告诉我 你要什么 那你经常跟着我 愿感动你的灵 加配你感动我 愿在你身上的恩高 圣灵的恩高 加配降在你身上 以利沙这句说话 我们都明白 你所求的难得 是难的 有些人说 牧师 你说我按手祈祷 让我说到有恩赐 我说不是按手 就会说到有恩赐 是你一定要用时间 去处理生命 与神建立关系 让你在过程中 学习到很多经验 然后如何表达 如何让人流畅 释放出来 就是轻轻松松的 不是拘紧的 我记得我初期 其实很特别 我初期分享 跟他们分享 我很自由的 但是我当时 后来做了牧师 又要翻译 当时要翻译在外国 哇 很硬的 有些人跟我说 牧师你还没有说到之前 你还没有崇拜之前 你有一些人好像定了刑 因为我一直在想 那边 第一 二 三 点 我如何连接 第一 点 第二 点 第三 点 那时候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 后来我释放自己 放松自己 也学习 其中一个 我学习的就是 王利文牧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细胞小统》 他真的很生猛 很生猛 很生猛 整个人的动作 很生猛 去广告 也有个声音 整个人很自由 这都是我学习 如何卿省自己 放松自己 追求广告的恩赐 如何进步 有时候 很多时候 我不是时时问太太 因为她有很多要做的事 但是有些内容 我都会问她的意见 她也会给我很多意见 如何说得更加好 这就是我们的进步 就是说 恩赐不是按手就能得到 有些人说 圣灵恩高 你按手 守得我 有圣灵恩高 是一定要自己付出很多时间 去亲近神 处理生命才可以的 但是 后来以利亚就说 如果你看见我 你就得着 不然你就得不着 这个就是 当时来说 她注目在以利亚身上 千奇不要 她被摘的时候 你不要像 温柔太空 去哪里 敬拜的时候 也是不要温柔太空 而是专心 学习这个高度的专心 是很重要的 我发觉我很多时候 为人投入的祷告 我专心爱神 有些人敏感性来 当我一专心 他会即时感受能力 但有些人是感觉不到的 有些人会即时感受 这个就是 让我们专心祷告 可以带来神强烈的痛在 他专心 他很想得到以利亚的恩慈 这个圣灵的充满 他就得到了 得着和加强恩慈的方法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自然倾向 每一个人都有你自然的倾向 有些人是喜欢和人交往多一点 有些人是喜欢做事多一点 有些人是喜欢音乐多一点 那你无论那样是什么 这是你的恩慈的很大可能性 第二 一定是建立与神关系 我们与神关系 就是带给我们的力量 还有神是赏我们的神 所有恩慈都从祂而来 第三 所有信他的人都有权柄 赶鬼和医治 我们有这个权柄 我们就相信并且去应用 我还记得我 第一次在宣教的时候 尝试运用我在圣灵的聚会 看到那些人如何祈祷得力的时候 我发觉当我一放的时候 圣灵的能力很强 那些人即时经历 也有些人即时有喜乐 我以前是没有经历过那种东西的 我看得到原来我们有信心 我们是有这个权柄的 所以有机会 你看到有人有邪灵 你不要说 祖长 牧师 你去和那个人赶邪灵 我不行的 不要这样做 你试试自己做 你宁愿做到不好的时候 你才找我们 这样你就尝试 你尝试的时候 你的运用就会加强了 第五 恩赐是圣灵随己而分给个人的 不要勉强 有些人五音不全 他总是想敬拜 因为他喜欢站在台上 这样的时候 这个不是寻求神的心意 他说我很想学 那学不学得到 学得到 你便每天跟着那个琴 连上网也有 Dore Mi Fa So So Fa Mi Re Do 一直唱 Dore Mi So Do So Mi Do 一直唱 那些音唱准一点 才去学敬拜 你也学不只是唱歌 如何带人进入神的同在 自己进入神的同在 你真是有心 你用时间 你是学到的 不过 所以我们主要应该放在那些神 给我们明显有恩赐的地方 第六 恩赐是为了侍奉神 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或者炫耀的 第七 切勿圣灵的恩赐和运用出来 切勿和运用出来 不是有了就算了 而是如何运用出来 那你将我恩赐挑旺 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一起读 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 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挑旺起来 如火挑旺 有没有听过 夏令会用这个主题 有些教会用这个主题 不过他就没有讲到 按手所给你的恩赐 传统教会很多时候 都用这个经文的 如火挑旺 不过他就会 省略了这个按手的恩赐 这里也就是说到 按手可以传递恩赐 有些人说 传递就行了 但是你恩赐又传递了 这是一个种子 是需要粗练 需要去亲近神 得力和运用的 所以我们第一 多些爱慕神 带来神强烈的同在 这个是第一 也都感受神的同在 这个在我初经历圣灵的时候 我发现 当我爱慕神 我感受能力推动我 我感受里面有震动 我越投入 那时候我觉得很好 我现在叫耶稣 耶稣立刻入反应 立刻身来的反应 真是好了 祈祷立刻有反应 耶稣立刻有反应 我试了很多次 于是我就留意这件事 留意如何投入 即时有反应 我也教人如何投入 留意到 比如心灵的平安 轻散 能力的流过 喜乐 震动 这些各方面 留意圣灵的临在的感受 然后投入来加强 越投入就越加强了 但有些人很明显 他投入程度不够 他就是这样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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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只是用思想 不是用整个心灵 用整个心灵 我真的很多人试过 我带过很多次聚会 有些人投入 真的即时经历喜乐 是我常见的事 第二 处理生命 先为人按手 有罪就悔改了 但是你停留在罪中 你就不要为人按手 但是你真的有罪 你立刻处理 你又刻意地去处理 胜过的罪 这样你可以放心为人按手 你没有邪灵的搅拟 可以放心为人按手 第三 为人按手的时候 留意神的同在的程度 有些人你按手 就好像按在石头上 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有些人一按手 有些人站起来 即时有感觉 这就是我们敏感 惯了圣灵的陵在 然后就告诉那个人 神的同在加强 你投入吧 他一投入 就发觉神的工作就加强了 第四 帮对方或者群体更加爱慕神 神的同在和工作会更加强烈 教导他们去爱慕神 去亲近神 即使在讲道的时候都是这样 讲道的时候都是让圣灵运行 关心人的时候也是被圣灵运行 有这种爱心 有这种怜悯的心 随时随地为神做的 都是被圣灵推动的 就做照着神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事 作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就是管理好 管理好就是说 不只是收到 而是运用出来 神就会帮助我们 那么发掘和运用恩赐 这个步骤 第一 爱神 第二 亲近神 被圣灵充满 越被圣灵充满 越有恩赐 越有能力 第三 活出神的话语 有怜悯人 受教导和受训练 然后操练去帮人 去练习去帮人 在恩赐中运作 然后寻求神的策略 什么策略是什么意思呢 如何再提升 譬如有些人有敬拜恩赐 你提升我如何领域 可以提升 尤其是网上 我怎样可以更加扩展呢 还有 譬如 弟兄姊妹有经历的 有什么神改变你的 你在网上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 扩展的机会 我鼓励大家 都开YouTube 开你的户口 你开户口 你就分享你的见证 分享任何你的生命的改善 很微小的事 如何神更新你的生命 你都分享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 恩赐发挥的机会 其实是这个时代 特有的 我们很感谢神 也建立其他恩赐 我们很多时候会说 按手祈祷 先知性 方言 医病 赶鬼 这些恩赐 但其实有很多恩赐 都是神所体重 也是重要的 行政的恩赐 如何呢 有恩赐 在教会或者小组 或者我们帮人 我们帮人都有行政的 不过那些不同的教会的行政 我想帮一个人 向一个人传呼 因为我有策略 我要想一下 我怎样的方法 怎样与他相处 怎样寻找机会 当他说什么话 我可以回应他 这些都是一些 我们可以用的方法策略 去计划做的东西 能够做得更加好 但有时候有些人 那些计划 就用了很多时间 在那些 英文叫Red Tape 意思是过程 研究太多 用了很多时间 但的而且是需要计划的 就是什么好 都是需要计划 不过问题的次序 或者有些人 很僵化的计划 是很僵化的 但是寻求神 给我们好的计划 人生都是需要计划的 你的生命 需要计划的 怎样可以提升 同样这个计划 计划的计划是有用的 我太太真是很有计划的计划 她在学校工作 很多很多 很多东西都是需要计划的 她真的会很详细 这方面我可以在她身上学习 但是我和她 是有两个不同的性格 她有很多东西 她会有一个计划 我周时上台说的 我和我之前写的 是会有不同的 我会很自由发挥的 这个也是神给我的强项 但是我都用她的恩赐 如何去运用 加在一起 第二 聆听 和人们沟通辅导 这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聆听才能够 和人们建立关系 不要只是自己说 听人们说 回应人和留意人说到什么 这件事是很难的 是很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经常都会 自己有自己的先见 就是我们跟那个人交往 有时我和一些牧师聊天 我太太在这里 他说你呢 因为你经常都想推你那一套 所以他说什么你听不到 这个就没有聆听了 我们自己也是 我们跟人相处 我们聆听 譬如家人 有时我们听得多 很烦 所以没有心机听 但其实他说的 是表露出他的内心 当我们能够回应他的内心的时候 有时能够改变这个人 我听到你很挂心 这件事也令你很担心 令你不开心 有压力 他听到 你听到我这个困难 他觉得很开心 我们觉得他 有时普通人会觉得很烦 说来说来都是那些 但我说得出 你很挂心什么 你很关心什么 你很被什么压住 我们说得出来 他听到会觉得舒服 这件事是需要练习的 你上网找聆听沟通 我网上都有这些教导的 还有辅导 辅导不要想得很难 辅导当然有高度的 我教的辅导很简单 你上网找辅导也有很多 我亦有播放清单是辅导的 基本上是怎样呢 教导就是这个人准备好改变 我就告诉他怎样改变 那就很简单 辅导是什么呢 这个人可能未准备好改变 譬如两夫妇吵架 你说今晚回去祈祷 一起互相谣说 他不会做的 你说他不会做的 因为他根本未准备好 所以我是引导他 你觉得现在的婚姻 你觉得困不困难 你觉得有没有影响你的生命 你觉得有 你想不想改变 你觉得可以怎样改变 这个就是引导 用问题去引导他 几样东西就引导他 你听到现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产生了什么 影响你的火候 有不好的地方 你想不想改变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 那你想不想到呢 你想不到我给你一些提议好不好呢 我给你提议走得出来呢 这个就很简单 就是用引导的方法 让他知道他的问题 然后有动力去改变 然后去思考如何处理 然后去思考如何处理 这个就是辅导的方法 不只是教他 就算说到也是有辅导的成份 为什么辅导呢 比如我最初说到一些要点 是有些人可能未必有这个看法的 比如我说方言 还有做教会的恩赐的分别 还有代讨的重要性 和分别 和走出来 那么我也是尝试去引导大家去明白这件事 就不是说你们要这样相信 你们要这样相信 不是那种强势 而是我引导大家的 这个也是在用一些辅导的方法的 好了 另外就是 使人磨目 化解纷争 这件事是很需要的 不过很多人不肯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纷争的时候 很想吵架 很想强势 但是一个人有这个恩赐 他会说 我听到你有这个问题 你想不想解决 比如做辅导 夫妻两夫妻 有些人辅导 很容易就会帮助一边 那么果效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聆听 双方其实也有他的困难 有他的问题 那么我们两个都说 我知道你有困难 我知道你想做 但是你做不到 有困难的 那么我们想想 如何去 一方面欣赏他 两方面做得好的地方 还有 我会说出他的困难 他听到 所以有时候我辅导 他双方都觉得我接受他 他觉得舒服的 但是有些人很心急 很快要吹逼他改变 反而不会达到那一刻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些东西 网上我的影片 你可以学到这些 但是也需要实行出来的 而其实我们个人都需要的 问题是你用多少 譬如有时候你劝导家人 劝导祖园 都是需要的 还有音乐 领敬拜 处理人和事的智慧 帮助和建立教会 以及开拓新的事工的恩赐 其实很多方面的恩赐 都是需要的 文字的恩赐 总之任何一方面 其实都可以给神用 所以我鼓励大家 我们一定个人都有恩赐 不过你有没有用呢 因为你用来用去 都在那个水平 始终没有改变 为什么要停止呢 大家反思一下 我们一起起床祈祷 我们一起反思一下 神啊 我有什么恩赐 神给了我的 我没有看重这些恩赐呢 我没有去寻找方法应用出来呢 我寻找是为了荣耀自己 或者祝福人呢 我给大家一些时间反思一下 我给大家一些时间反思一下 我们都反思如何可以提升 我们恩赐有没有机会提升呢 请天父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将个人的恩赐赐给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你很多恩典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你而来的圣灵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带领 圣灵赐给我们个人的恩赐能力 喜乐平安 这些都是神给我们很多的礼物 当我们越爱你的时候 你就为我们预备 我们人心都未曾想到的恩典 求主帮助我们欣赏你 给我们恩赐 因为恩赐来自神 是神的礼物 神也都给我们每一个人 有这个自然的倾向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限懒不结果子 神啊 我们靠着耶稣 放心 放胆 走出来 被主训练 被主提升 并且操练去帮助人 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恩赐 就会被提升 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反思一下 如果我们是有帮助人的恩赐的 求主感动我们 就开始去用更多 去帮助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 如果我们在辅导 劝导人 带领小组 有恩赐的 求主帮助我们去提升 去运用出来 如果我们在 为人按手祈祷 带领人经历圣灵 是有这个方面的恩赐的 求主帮助我们去找机会去发挥 应用出来 尋找机会 尤其去到宣教的地方 是有更多机会去使用的 如果我们有领受到神的 疑象 疑梦 或者有些超自然的指示 求主帮助我们 更加进入这些领域 让神去使用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贵 在天国里面都是 不能够缺少的 求主帮助我们提升我们 叫我们真的结出果子来 是你所喜悦的 首先有生命 有良善 有忠心的仆人 求主施恩加力给我们 赐给我们动力 主耶稣我们需要动力 需要动力去发挥生命 当我们被主使用的时候 神就喜悦 神就祝福 神就加力 神就提升和赏赐 主耶稣帮助我们 不要停留在一个软弱的状况 不要停留在一个 整天都很悲惨的状况 经常看着自己的困难就很悲惨 我们可以被提升的 耶稣多谢你 我们一起开声祷告 神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生命 放胆进入一个更高的领域 祈祷你向神说 我有什么恩赐 我很想使用的 求主亲自带领我 求主亲自赐力量给我 大家开声祷告 呼求圣灵赐给我们 这些恩赐和动力 哈利路亚 耶稣赐给我们火热的心 火热的灵 去传阳福音拯救灵魂 更新人的生命 被神使用 耶稣我们需要你 求主赐给我们信心 靠着耶稣基督 刚强壮胆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